5号 意大利国会友台协会副主席迪玛尤 在外交委员会提出强化与台湾关系书面咨询案 获得19位友台议员联署 隔天 他还在脸书发布多张 2019年他访台时 与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陈建元 以及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会面的照片 并写道 多年来我一直密切关注台湾的事件 从各个角度来看 台湾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共和国 中共认为它是一个叛乱省 但它在各方面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拥有超过2300万居民 据欧洲新闻社的报道 这份咨询案要求意大利政府 实行强化台义关系的具体做法 包括在2010年成立的 台义经贸资商合作会议背景下 推动新的双边经贸协议 完善两国磋商机制 尤其是半导体产业 及其供应链 电动车等 要求意大利外交部 促进台义司法及引渡合作 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 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 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 启动合作和加强全球卫生安全计划 特别是在流行病学领域 促进两国卫生部合作 以及促进台义艺术作品交流 举办展览 音乐会等文化交流 今年10月29号 同样名为迪马尤的意大利外长 在与中共外长王毅的会谈期间 也曾首度关切台海议题 而同样在10月底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 也曾在与王毅会谈期间 提出印太地区安全问题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启玲 综合报道